很多的新手朋友刚买到新车 连我们车上最基本的隐藏功能 以及这些开关按键该怎么去用 他也不知道 就想着直接开车上路了 甚至有的朋友 连我们这个后视镜该怎么去调 他也不知道 那么今天实力就手把手的交回你 车上的所有功能按键 是什么意思 又该如何去使用的方法和细节 来我们现在反镜头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就从常用的档位开始说去 可能很多的朋友他们就只知道 这个P档是停车档 R档是漏档 N档是空档 D档是前进档 但是都有D档旁边 这个S以及这个加减号是什么意思 他们就不知道了 车都开了好几年了 连这个档位他都没有用过 记住了 这个就是自动档车型的一个手动模式 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变速箱 是手制一体的一个变速箱 这个S也就是超车档 这个加减号也就是M档 那么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去用呢 你比如当我们在D档行驶情况下 当需要超车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档位往后一拨 看到没有 他就已经挂到S档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超车的时候 也就会更顺畅 那么这个M档 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个车子出现动力不足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从这个D档 随时切换到这个M档 仪表盘同样又显示 只要你切换到这个档位 那么它的扭矩需需就更大 动力也就会更强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边的这个按键 这个也就是电子手刹 这个的话也就是Alt Hold 只要你打开它 当我们需要停车的时候 就算你松开这个脚刹 它也会自动刹车 那么当你下次启动的时候 直接不用松开这个电子手刹 我们直接踩着油门 它同样可以松开这个电子手刹 非常方便这个的话也就是自动启停 遇到雨天开车水深漏断 一定要关闭它 这个的话M O 这个是什么鬼啊 这个的话就是一个模式的一个选择 按下经济模式 运动模式 预表盘这里又显示了 看到没有运动模式 经济模式 这也就是我最想吐槽的一个地方了 为什么咱们在国内生产销售的车子 这些案件都要用这些英文字母来表示 我提议在我们国内销售的这些车子 把这些用英文表示的这些案件 把它全部改成中文 同意的点赞 不同意的评论区间 好 我们现在言归正传 现在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空调面板的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的话 尤其是遇到前打玻璃突然时间起雾 很多的朋友 连这些案件这些符号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 记住了 这个OFF也就表示开关按键 只要你按一下它就打开了 这个AC也就是只要你打开它之后 就证明你这个空调 这个AC也就打开了 这个的话也就是内外循环的一个按键 灯不亮表示外循环 灯亮表示内循环 这个的话也就是风量开关的一个选择 这个方形的 也就是后档玻璃储物 这个扇形的也就是前档玻璃储物 这两个符号大家一定不要搞错了 这个的话 AOTO也就表示这个空调 是自动空调 当我们前档玻璃突然之间 起雾的时候 我们就只需打开空调 打开外循环 再打开前档玻璃储物按键 把风量调到最大 那么我们前档玻璃的握器 很快就会消散 再来看看车门上面的这些按键 以及功能是什么意思 这个的话也就是锁车 这个也就是开锁 这里的这个开关 也就是调节左右后视镜 以及它的功能 这个箭头对准这个L 调节这个左后视镜 对准这个RI 也就是调节右后视镜 这个符号也就是后视镜的加热功能 只要这个箭头对准这个位置 后视镜的加热功能就已经开启了 这个就是后视镜的折叠功能 当我们箭头对准这个位置 那么后视镜 它就会自动折叠过来 这个的话也就是四个 车窗玻璃的一个升降 尤其是这个开关 很多的朋友他就不知道 只要我们按下去之后 那么后档玻璃 这个车窗玻璃 就算有小孩的这个位置 这个玻璃它是升不下去的 尤其是家里面有小孩的朋友 这个功能它就非常的香了 再来看看我们这个灯光拨杆 很多的新手朋友拿到驾照之后 连这个灯光拨杆 怎么去使用他都不知道 记住了 我们这样往下拨一下 也就是左转向灯 也就开启了 回一下也就关闭了 往上这样抬一下 也就是右转向灯 开启了 回一下也就关闭了 很多的朋友他就不知道 超车灯该怎么去开启 超车灯的话 也就是这样往上 这样提两下 看到没有一表盘 这里有这个灯的闪烁 尤其是在网上超车的时候 这个功能一定要懂得 就是怎么去使用 再来看看这边这个 这个镜头对着这个 也就是灯光关闭 对着这个IUTO 比如是自动达灯 对着这个毛